昨天陈慧玲现身在北京为某品牌活动站台 一头俏丽的短发 修长的眉腿 怎么看都不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产后一直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 鲜少露面的陈慧玲 连儿子的终身大事都已经操心起来了 他还再次隔空跟刘德华刘天王喊话起来了 看一下 大儿子瞎小仔将近六岁 小儿子小笼包三岁 照理来说哄个孩子什么的 对陈慧玲来说应该是小意思吧 但是在面对台上失控大哭的小朋友的时候 陈慧玲却是一点招都没有 逼不得已的陈慧玲只好向工作人员求助 企图用糖果来止住小朋友的哭声 这可让有两个孩子的妈妈陈慧玲尴尬得不行啊 那您生活中如果自己的两个儿子哭的话 那您会用什么办法来哄他们呢 会给他们糖吗 或者是 对呀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糖果 那所以刚刚你有看到我去拿糖果 原来她手上已经有一支很大的棒棒糖 擦完别人家的孩子的心 陈慧玲还得继续替这家两个小宝贝儿子操心啊 干净隔空喊话刘德华 麻烂青定起来呀 其实 华仔的女儿我还没有见过面 真的 没有真正的见过面 要知道陈慧玲在怀着二儿子小笼包的时候 就已经跟刘德华喊过话了 明确地表达过要盘亲家的愿望 只是始终没有得到刘天王的回应 不知道陈妈妈的再接再厉会不会打动刘天王的心呢 要看她的女儿喜欢哪一个 要让她选 两个其中一个都可以 游乐星天地 这个妈妈有点拼北京采访不到